橙子撇了撇嘴 咕噜道 说什么老大见了小九就丢魂了 你这何止丢魂 我看连元神都丢了 小白恬不知识地冲他吐了吐舌头 腾起了一股血腊 对着道锋挥手打招呼 道锋冲他微微一笑 随后把目光转到白起的脸上 缓缓地说道 斩却两时的人 世上可不止你一个 白起吃惊地看着他 似乎有点不敢相信 面前这个人居然也斩了两时 道锋慢慢走着 两人之间的距离足够近的时候 白起突然出手 双手从身下血水中抓出了两把血光 对着道锋就拍过去 道锋站着不动 头顶献出三话 护住周身 对着白起伸出一只手 五朝元气从掌心中喷射而出 追着白起一路追上 不一会儿便将他困在了中间 白起急忙调集魂力抵抗 一脸骇然地说道 人间不可能有你这样的强者 你究竟是谁 道锋不打 继继继续用五朝元气消耗着他的修为 但是肉身不缺 他与道锋同样是斩却两师 只见还有一斩 眼下就只有苦苦之成的份了 卓鬼联盟一干人见这情形 干脆也不上去帮忙 都在边上充当起了围观群众 一个个指指点点 感慨不已 这白起 之前那么不可一世 牛逼哄哄的 居然也有今天 四宝摇头叹息 所以啊 还是道锋大大厉害 小白现在的样子 就像一朵象羊花 迟迟地望着他 叶少阳白了他一眼 朝那边走了过去 就在这时 白起突然打喝一声 将魂力汇聚在一个点上 瞬间将五朝元气包围 冲破了一个缺口 试图飞出去 这是他最后的一搏了 几乎算是垂死挣扎 然而道锋早有预料 袖子一扶 以防法印从袖子中飞出 瞬间涨到了中顶一般巨大 从上空 生生将白起压了下去 樊田印 白起也是识货的 立刻就叫了起来 双臂交叉 死死地涨着樊田印的镇压 再一次问道 你到底是谁 对你来说 这个不重要 刀锋飞身而起 抓住樊田印的印手 就要压下去 徐文昌喊了一嗓子 飞身上前 拱手说道 让我收了他 阴四还指望通过他去找徐福呢 万可不可伤了他 刀锋 给阴四个面子 刀锋胆胆地看了他一眼 提起咽手 然后重重地砸了下去 谁的面子他都不需要给 原来是你 白起发出最后的声音 然后砰的一声 气息飞溅 将他的魂魄瞬间打碎 一股红色的雾气 在四散飘摇 也都是之前被白起洗手 存在于他魂体内的魂集 刀锋要的就是这个 当即缓缓飞行 张开双臂 做法将这些属于白起的魂魄 尽数收入自己的体内 徐文昌呆呆地看着这一摸 叹了一口气 易少阳等人看见这一摸 心中也是说不出是什么感受 这种灭魂器的修炼方式 在邪修的手段之中 也算是很恶劣的一种 不过大伙都知道 刀锋的为人作风 也没什么可说的 等到魂器被吸得差不多了 中间飞出的一个拳头大小的光球 忽明忽暗 刀锋袖子一挥 将其推向徐文昌 这是他的元神 你收去交差吧 他以神修为 我却是取走了 徐文昌忙取出了一副竹剑 将白起的元神收了起来 心中稍微感到安慰 至少得到了白起的元神 虽然不够完满 也算是勉强完成任务了 最重要的是 没有伤亡 望着白起魂魄魄所化成的精魄 众人感慨良神 元神被娶 精魄虽然还在 几百年后重新聚升 已经是一个全新的鬼魂 跟白起没有半分关系了 一代杀臣 最终却是落得魂飞魄散的下场 不免惹人唏嘘 精魄把来势一堆 却逐渐分成两堆 大伙不禁有些纳闷 叶绍阳默默地说道 另外一对是子昆道人的 白起魂体归原之后 只杀了子昆道人一个 连魂吞没 这个自然就是子昆道人的魂魄了 如果不是叶绍阳提醒 大伙几乎忘了子昆道人这个小人物 四报感慨说道 这家伙 能在临死之前提醒绍阳 提防着天龙道人 并且想把鱼长剑给他 也算是闪光一回 按照我们佛门的说法 人性中本有恶念 如果受环境影响过甚 这恶念就会逐渐被放大 一步步吞噬着善念 我的意思是 假如子昆道人没有跟着天龙道人混 也许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叶绍阳望着纷飞的京魄 叹道 不管怎么样 他也算是重新开始了 几百年后 希望他能够做个好人吧 徐文长将两人的京魄一起收了下来 打算直接带回殷司 上前跟叶绍阳主动道别 小前世 这番斩杀白起 收拢原神 乃是巨功一剑 即便你在人间 隐私无法直接封赏 至少也会给你加上至少上万年的阴德 至于阴阳司诸位阴神 邪同杀敌 带我奏鸣大地 自有封赏 大伙都倒了血 但是态度并不是很热情 跟叶绍阳一起斩腰卫道 完成任务 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至于封赏之类的 真不是那么在乎 这位姑娘 你当如何 徐温长望了一眼 凤夕说道 凤夕空洞地望着前方 一脸的失落 听见徐温长的问话 恍然回过神来 说道 我要去找徐温 找他打听催狼的下落 叶绍阳皱着眉头 这不对啊 你们帮白起做事的时候 他已经是大祭司的身份了 那也是几百年前的事吧 徐温不是数千年就失踪了吗 你的催狼 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 凤夕说道 我不知道 白起刚刚说的 这是唯一的线索 我一定要去找徐温问个清楚 徐温长笑道 按照阴吕 所有城魂都要去银丝报道 你之前受困人间 情有可原 如今 却是不可再留在人间了 凤夕争住了 猛然想的什么 一把抓住叶绍阳的手 说道 叶天使 求你帮帮我